中小橋的六天拆了 土地廠商的協議 這個我昨天有把公務局長在實安系問了一遍 這個是這樣啦 有時候要解釋清楚 他就流標三次 那他第四次的時候就說那這樣好了 既然大家都不願意標嘛 那他就留標三次 那不然你們就提出你們 認為可以達到同樣效果的方法來解決這問題 這樣才有人來投 所以表示如果要求說原來的方法 那個錢是沒有人要來做的 市長 無償會現在又爆料說 你當過2014年好像曾經想過 要跟敵人勝負的單位 沒有啦 我跟你講齁 這個就是這樣 這種就是這樣啦 我就說天哪 什麼奇奇怪怪的傳聞都有 市長 還是覺得不要理他就好 那都是這樣啦 嘴巴在人家身上你知道 因為我們又不是極權國家 所以叫他下大伯 他要講你也沒辦法 來 清雲大哥 這是柯市長今天的反應 好 曾經有三度流標 柯市長對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他是裝不懂 還是被下面呼嚨呼嚨過去 沒有錯 他是有三次流標 也就是104年9月14號開標 沒有廠商 10月13號又開標 沒有廠商 11月10號又開標 沒有廠商 問題是到了104年 12月2號 第四次開標的時候 來了兩家廠商 一家叫黃昌營造 一家叫國玉 國家的國 富玉的玉 這兩家招標以後 經過評選標 也就12月15號 評選出黃昌營造 然後呢就在隔年 也就105年 元月5號 開始正式簽約 記得喔 元月5號喔 可是我們議會喔 議會通過他修正總工程款 是在元月8號 換言之就是說 他在當年進行招標期間 在104年8月啊 就來跟我們議會啊 申請修正總工程款 為什麼要修正呢 就是因為他的工法 工法在這裡喔 我拿修正工程款的工法給各位看喔 他拿到議會來 8月來喔 到了隔年1月8號議會通過 這期間再招標招標招標 那招標的所有的契約內容 通通都是這個工法 什麼工法呢 橋樑結塊大尺寸切割後 運至戰字場破碎 還給我們增加了運費944萬 這種工法喔 記住喔 也就是說招標的時候 工法全部就是這個工法 然後送到議會裡面的 所有的預算報告 經費的報告 裡面都告訴我們說 要怎麼做呢 這麼做 這麼做 整個中校橋引橋 750公尺 分段來施工 因為它有不同的屬性 比如說第一段 第一分區 用所謂的整梁切割釣椅 第二分區 用叫做全跨鑿切釣椅 第三個叫單元鑿切釣椅 第四個分區叫做單元切割釣椅 當時它所契約裡面的 要求的機具叫做 我們術語叫做盤鏈鋸 叫做盤鏈鋸這種工具 在盤鏈鋸才有辦法做 所謂的鑿切分割釣椅 釣到哪去呢 釣到中校橋外 堤外有個堆滋場 什麼意思 就好像一棟大樓 一棟老房子 我們今天可以有三種工法 一種工法 我們經常看到 裡面爆破破碎 垮下來以後 現場把它打碎 然後全部把它清走 這是一種工法 第二種工法是什麼工法呢 就是我現場用那種所謂的 比如說大鋼箭 通常是400KW的大鋼箭 或者再加上300KW的這種所謂的大鋼牙破碎機 然後整棟房子把它打到碎粉 然後為什麼要大鋼牙呢 大鋼箭呢 因為它要把那個鋼筋要切掉 否則的話就掛在上面 鋼筋切掉以後 然後利用怪手把它爬離 鋼筋把它爬出來 廢土再把它清走 這是第二種工法 第三種工法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為了要避免過度的震動 空氣的汙染 還有包括噪音的汙染 或者旁邊有骨跡 避免它影響到骨跡的安全 所以就採進什麼呢 從屋頂到基礎 全部把它大卸數百塊 屋頂也好 糧 糧把它掉到旁邊 樓板 樓板把它掉到旁邊 經過切割著切喔 掉到旁邊以後 再運到別的地方去 在那邊進行破碎 這是第三種工法 問題是我們全部招標的過程 包括送到議會爭取預算的內容 全部都是我剛剛所說的這種工法 第三種工法 第三種工法 結果呢 這一家廠商啊 得標了以後 坦白講有兩家競標喔 人家國語來標的時候 也是這個工法喔 那你今天皇上營造標的時候 還出價出多少錢呢 兩億八千五百九十萬喔 得標喔 得標喔 然後呢 等到他得標了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開始申請了 申請來改變工法 什麼時候申請呢 各位 一月二十八號 議會一月八號通過 他一月五號得標 然後 緊接著簽約 簽約完了以後 他馬上提出改變工法 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皇上營造提出來的喔 緊接著 監造單位 叫做橫康工程顧問 在一月三十號 馬上幫他送給台北市的新工處 同意 改變工法 而且還告訴 還告訴新工處說 價金不變 是 跟員工法 價錢一樣 他還不要臉的說 不要臉的說 說 這個廠商報告的價金啊 比員工法還更高 但他願意自行吸收 這麼不要臉喔 好 各位分享看 第三種 我剛剛講的第三種拆除法 跟第二種拆除法 價差有多大呀 這是工程界的ABC嘛 好 再過來 我們的新工處 就在要拆除前 2月3號 什麼時候拆除呢 當年的2月7號到12號 拆除前戲喔 同意他改變工法 請問 柯文哲市長 是這樣嗎 是因為工法不改變 所以標不出去嗎 不是嘛 你從頭到尾招標 包括有兩家來標 都是這個工法 結果你偷偷摸摸的 就在招標前戲 偷偷改變 剛剛所說的第二種 直接現場著睡的工法 各位想想看 柯文哲是被呼嚨的 還是不是被呼嚨啊 結果呢 最不要 不要讓人覺得說 實在是匪夷所示的是什麼 是原來的工法 他編了幾個 所謂的預算項目 金貝項目 對 第一種是什麼 他把它編了 拆除的項目 拆除鋼筋混凝土 為什麼要編 拆除鋼筋混凝土呢 因為第三種工法 把它拉到題外去 要不要拆除鋼筋混凝土啊 是是 要拆 沒有 拉到題外去要不要去拆除它 要拆它嘛 是是 編了八百多萬 如數照給它囉 因為你還要在別的地方自己處理 對啊 第二種是 拉到別的地方只是拆除喔 拆除完要破碎它 要破碎它吧 是 所以又編了三百多萬 有千多萬 另外呢 這些魚土方 要不要運到指定企圖場 要編了一百五十幾萬 我告訴各位 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加一百五十幾萬 它全部如數臨走 臨走就算囉 它把原來完全沒做的事情 一共七千三百萬在下面 各位在這邊 沒有做的 錢通通過不去 完全沒做的 都臨走了 這個項目裡面 包括鑿切 包括分割 包括釣魚 然後釣魚到哪裡呢 釣魚到指定的那一個堆滯場 然後再去進行 我剛剛所說的拆除破碎的動作 結果 項目未施做 結果七千三百萬 全部讓它臨走 各位 如果這個不叫貪污 不叫貪章王法 什麼叫貪章王法呢 也就是說你黃昌得票以後 臨時變更工法 圖利他 讓他詐領 不但偷工 還詐領我們的工程款 是 這是非常明顯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檢調單位應該要偵辦 最後我要說的是什麼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對 要不要檢調單位 不少震動 避免鼓跡危害 是柯市長要求的 還在裡面寫喔 總結拜託是這樣寫喔 各位想想看 這不是屬於 叫叫瞞天過海 詐騙社會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剛剛雅老師說 你說要移送 誰來移送這個案子嗎 現在正風處法 台北市政府自己 要有人告犯嗎 台北市正風處法 已經到了 可是上次吳一寧的 一萬九千塊錢的 這個殘菜 國民黨立法委員關切之後 不是台北市政府 主動移送嗎 那七千三百萬不用移送 選擇性執法 吳一寧的一萬九千塊錢的 這個殘菜 現在國民黨立法委員關切之後 不是台北市政府主動移送嗎 那七千三百萬不用移送 選擇性執法 我再補充喔 黃昌以兩千八百五十九萬得標 最後 兩億八千 對不起 兩億八千五百九十萬得標 結果最後 他還加領了一千兩百多萬 以兩億九千七百多萬 把錢領走 是 你看 如果是圖利的話 那營造商 要不要事實稍微回饋一下 如果 所講的是事實 來 王定妮 你有沒有覺得 他的案子跟你過去了幾個案子 似乘相似 叫大巨蛋 大巨蛋剛開始的時候跟你說 哇 這個就劉標 因為這個規格設定在那個地方 劉培生啊 這個趙騰雄啊 劉標 到後來喔 終於有人得標了 得標之後設定那個規格 這個有權利金啦 這個地方是沒有商業區啦 到時候變更了 變成權利金是零了 商業區就開開 那個標準就慢慢放大了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是 跟大巨蛋似乘相似啊 壞事的SOP會長得很像 長得很像 因為他複製成功經驗啊 壞事有壞事的成功經驗 大巨蛋 可是柯文哲當時是指控 馬好貪污耶 現在大巨蛋解決了沒有 我告訴你 大巨蛋不是說停工了嗎 我看快蓋好了耶 快蓋好了 裡面一直在東工 不是 一直都蓋上去了 我就 我台南市民 我對台北市民充滿了好奇 就是 你怎麼可以讓一個市政府告訴你 我都停工了 然後他就真的快蓋好了 你每天經過他蓋子也蓋好了 飯店也快蓋好了 百貨公司也快蓋好了 飯店那些全部都弄完了 然後呢 原來停工的巨蛋那個屋頂 現在也就加封上去了 然後市政府告訴你 議會告訴議會嘛 我們在停工中 不排除解約 看到鬼 我就 誓死他一直在那邊動 大巨蛋就是 公告的時候也是兩家投標 然後呢 在容積率的計算 回答兩個人的答案不一樣 查了三萬八千坪 那個數字還記的 那三萬八千坪在台北市 是多大的金額啊 那計價不一樣 然後後來呢 兩家接到通知之後 在決標前 大概一天兩天吧 趕快公告補了一個 統一的說明 那另外一家的那個報告 就來不及了嘛 所以 這個趙神雄的集團 就得標了 得標之後呢 但原來 長得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就越變越奇怪 長得越來越像馬桶 就變形 而且從原來 比較偏向那個 易仙路那個方向 慢慢移的比較靠近商業區 所以也變更嘛 變更設計嘛 那跟這樣不是也很像嗎 對對對 然後預算你得標之後 就開始 通通通變 通通通變之後呢 平數增加 然後再加 好農民說他少了一點點 其實是給100這樣50這樣子 那這個案子中校橋 因為這個工程方法我不懂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 你期出的報告 也就是寫預算的時候 指定用這個工法 那指定的話是說 這個工法比較好 所以應該是比較貴 因為市長要求嘛 他比較沒有噪音 他比較沒有空 而且你是依此去 對 去發飆的喔 你用這樣子發包之後 發包之後 中間變一變改成 前面兩種你不要用的工法 對 最可笑的是 檢案報告竟然copy第一份 就檢案報告寫說 我們還是採取原來的工法 光這兩個就是圖文不實 先不要講金額的問題 還有呼應計價 全部按照原來的工法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就是交給 不要寄望正風氏 交給檢調去查 是 今天如果看到吳英寧 他把那個要丟掉的 要丟掉的殘菜 花一個類似 他可以 說實在是總經理 可以隨意運用的 宣傳的經費 是 一萬九千塊 不是美金的台幣 買起來台北市 雲林縣 給那些老人啊 弱勢團體 去運用這個殘菜 那台北市就把他移送法辦 那這個案子 是 應該好好辦 但我覺得這個整個事情 跟前面講他貸款的事情 異曲同容之妙 我們這裡選過局的好幾個 選舉都會有困難的時候 選舉家裡都會有一些 要討論激烈的討論的時候 或選舉的時候 經費不是永遠都充裕的時候 你有聽過哪個候選出來挨 你自己挨選的 你出來挨什麼啊 你自己要選的啊 你自己要選的 你要去吸收這些東西嘛 你選你要募款 你家裡要貸款 那都是你的選擇 你唯一該告訴百姓的是 你要做什麼 唯一該告訴市民的是 我將來要替你做什麼 請你檢驗我 然後我跟市民說 老師我要選舉了 我錢拿去貸款了 你看我好可憐 那就不要選就好了嘛 可是他為什麼要講這個 他再重新畫回那個素人的臉 哎呀我連老婆吵架都跟你講 然後那兩千萬抵押好幾次 上次燈會是不是也沒有抵押 否則怎麼能夠第二胎用 還有兩千萬 我搞不太懂 就是說 那你說要貸款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我都沒有錢 而且都還沒有人捐錢給我 我政商關係很乾淨 這一個其實在形塑一個形象 就像忠孝橋 要形塑一個效率破例 就像巨蛋我停工了 他形塑的跟真實的 是有落差的 當你形塑的跟真實的有落差的時候 我永遠相信台灣的年輕人甚至有網路族 是 一查就知道 沒有那麼容易被呼嚨過去 是 你知道呼嚨過去 我再補充一下 你看看喔 他花了多久來進行所謂的設計規劃 光設計 初步設計作業 包括審查 細部設計作業 搞了一年喔 也就是這種工法 要如何能夠把它達到 花了一年時間 花了不知道是上千萬還多少錢 結果又推翻了 然後把它 然後呢 1月5號才剛剛簽約喔 這是採購契約喔 簽完以後 1月8號議會才通過修正總工程費喔 然後就被推翻掉 昨天北檢有很明確的一個聲明 為什麼他們做這件事 那我尊重司法 那是北檢 一個很明確做了兩個聲明 那個兩個聲明我看到 我不能 我只要尊重他們的事法 北檢應該約談你啊 說你違法的事情 北檢要違談你 你違法 蔡必仲說你違法 你要約談你啊 你知道嗎 要約談你啊 可以啊 對不對 要約談你啊 對不對 你要下台啊 你要下台 台是部長啊 你要抗議 不是了解 不能像龜孫子一樣 不能像龜孫子 教育部像龜孫子 好物理看花 我請教賀老師 事情演變到現在怎麼看 這是有關台大校長 管中民的林選案 演變至此 藍營怎麼看 這個真是全盤皆輸啊 包括台大包括社會啊 都受傷非常的重 你說誰得利了啦 我看都沒得利 藍營這一時看起來 好像非常的風光啊 好像他們非常的堅守 這個學術自由的一個立場 不過我有時候看到你這個 今天你這個大包上面寫的 比白色恐怖 比白色恐怖更恐怖 是 其實像我這個年齡年 我裡面的同事 我自己就有非常 什麼叫白色恐怖 對對那個都經歷過真正的白色恐怖 有一個龍化系的張哲周老師 他現在在轉型正義上 在這個也給他一些平反 他那個時候是只參加了一個 政府所辦的一個讀書會 然後就全部連坐 然後被關了11年 毫無審判毫無理由啦 那個時候大家現在都肯承認 那叫白色恐怖 那這個就比白色恐怖更恐怖 這實在是誇張的離譜啦 那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這個幾十年來 走上那個民主法治的一個路途 我剛剛講的 其實對台灣還是有充分的信心 那這個上面是全世界都有肯定 我們是往這條路上在走 那作為國民 當你有人涉案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證人 被詢問 被約談 這是國民的義務啊 這每一個人我想都有 很容易有這樣的經驗 這是在一個法治國家裡面 一個必然的程序 這不會用這麼恐怖的一個標題 而且是頭版頭 用這樣的話我覺得這個媒體啊 真是讓人覺得很羞愧的 然後這樣子到底難以 是不是因此而得利呢 延續到這是昨天 聯合晚報的二版頭繼續做 用這個蘇永欽說 非常荒謬 林委遭到約談 包括律師都說 電話通知當證人 非常壞心 然後延續到今天的日報 包括聯合報的日報 繼續做司法 滿天灑網 以約談五人 人心惶惶 以後誰敢當林委 接著包括在今天的中國時報 A4版裡頭沒有傳票 約五名林委 減IP濫權 這是今天媒體的一個報導 所以這個 所以北景真的錯了 北景真的有問題 還是中國時報跟聯合報嘛 那大家講 它恐怕也不是難以完全操控的 它背後的那個一個來源背景 當然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這已經被離世時的 為言聳聽到了極點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到底我們的人民 它這樣的暫時的這個 藍營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造成校園的一個斷裂 甚至社會的一個對立 它到底能夠維持多久 我想在過去我們很多經驗都可以看到 當歷史在轉變的時候 隔一段時間 他們當初所的面貌 其實都會慢慢的顯露 那我想我們的老百姓 也一直在進步之中 也許情緒上 一直會被這樣的一個東西給嚇住 可是仔細的思考一下 這是民主國家最正常的一個情緒 為什麼這樣的報紙 會用這樣的一個標題 那到底動機是什麼 背後的一個背景是什麼 然後加上最近來的這個中共 中國各方面的文攻武嚇 我覺得其實可以給大家看清楚很多真相 所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我倒覺得這個台大 在這樣的一個事情之上 如果還不能夠快刀亂麻 然後讓這樣歹息一直脫棚 是 是 這樣的傷害 其實現在的當政者 其實他們其實在校園裡面的統治者 其實要負最大最大的責任 我想林先生也在這裡 他講到那個校友總會 我今天帶來一個這個 校友總會到底平常做些什麼事 大概就發雙月刊這樣的一個刊物 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它發給全世界的台大校友 台大校友非常多幾十萬遍布在全球 最重要的目的當然就是募款 然後其實就在美化 他自己在台大這些高層們他們做了些什麼事 很多人尤其民間都在講我們捍衛學術自由 我們要對抗這個執政者是我們知識分子天然的責任 沒有錯 可是在光是在台大的校園裡面 其實也有統治跟被統治這樣的一個階級的對立 那我們從陳偉招校長民選以後 其實他所有的整個校務 就操控在少數的行政高層手上 然後他們還有 當然我們講這是主場優勢了 他是執政者 他的確是有許多的資源 所以他可以把我們的校務會議 幾次的臨時校務會議中間 他怎麼樣去操作校務會議 操作議題 然後不讓一些相對意見者能夠充分發言 他反而可以利用他的官方的機關報 把它列在這裡 那他最近一次他更提議了 就六月九號還要開正式的校務會議 他要把這件事情計入校史 要計入校史 我想正好大家可以來檢驗 不過當你覺得校史 絕對不是一方之言 不是官方一方的言論 你必須打當時的爭議 必須要雙方並成 那才是一個有信使的 可以相信的一個歷史 所以我在這邊看他自己做的聲明 說一切合乎規定 他說一切合乎規定 然後用這樣的東西去 對全世界的校友來宣傳 所以在很多這樣子 一個媒體的這樣子誇張 渲染 然後自己這個行政主管單位 就是錯誤的一些勘載 對自己的發言做美化 做自己有利的一個發言 才是造成整個社會動亂裡面 我覺得是最大的一個原因 這是非常可怕的 是渲染動亂的原因 可可姐也因為有一連串的報導 非常罕見 昨天北檢就發布了新聞稿 有關本署偵辦告發台大校長候選人 管周明等相關案件 相關的報導 比白色恐怖更恐怖 而且非常壞心凌雲 他第二度澄清 他怎麼說呢 他說呢 他們詢問五位臨選委員 確實有他的必要性 而且本署到現在緊詢問 全體二十一位臨選委員 當中的五位 本案多數作證的臨選委員 對於本署的保護 跟他的隱私 表達感謝跟支持 這是我們看到 透過了不管說 當時曾經說關注這個案子 有檢察長行他一招 那麼指揮應該 成立個專案小組去偵辦 那主任檢察官周世瑜 也表達管切 昨天兩度的新聞稿當中 其實在第一次裡頭 他曾經特別提到 第一次是在 應該是下午一點鐘 所發布的新聞稿 他等於第一次坦承 管中民涉刑 背信 衛造文書等案 本署到現在分四件 他案調查當中 為了瞭解 相關人士 有沒有涉嫌違法 相關證人的訓問 有他的正當性 跟他的必要性 那我想請教 後來證實 傳喚的五人當中 就是包括這五個人 有召集人 陳維昭 還有台大法律序教授 沈冠林 教育部證次 姚立德 前舊役部長鄭瑞成 還有中研院分子生物所的所長 鄭淑貞 事情演變到現在 比白色恐怖還恐怖 什麼叫做白色恐怖 警總一發動之後 你覺得如果是警總所發動 當年的白色恐怖 還可以有機會 讓你登上 這麼多版面的頭條新聞嗎 還可以讓你出來 有發生的機會嗎 來 事情這樣的發展 來 蔻姐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案子它發展到現在 它已經變成一個有設計的政治運動 那如果它已經是一個有設計的政治運動的話 那相關的人是在處理上面 要不要有一個 就是說歷史上面的 過去的有些史實的回顧 跟現在所面臨的一些敏感事項 的社會溝通跟對話 我過去這個案子 它感覺上它就是一個 台大跟教育部 他們對於領選委員 特別是它是一個利益迴避 利益衝突 而且是管中敏個人 他是不是在 還沒有完成合法的手續 就去擔任 台灣大哥大的讀懂的事件 本來是一個很單純的事情 可是由於它的單純性 經不起強烈的 所謂的 停管人士的訴求 所以它就要找到不同的情節 跟不同的機會 來擴大它的訴求 而這個被約談這件事情 在台灣這個社會 雖然非常民主 雖然我們已經政黨輪替 可是台灣的民眾很奇怪 他們對於被檢調約談 第一時間都是很恐怖的 即使是證人 因為我經常被告 然後我需要找證人的時候 那個說服的過程 非常非常的艱難 那我覺得 我們這個社會 對於作證這件事 把它想的有如被告一樣 那這個可能跟台大的司法教育 或者是跟全台灣社會的司法教育 不過去的經驗太恐怖了 對 就是我們對於檢調機構的信心 是不足的 而且你到了法院去做證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人做證 除非那些高手他做偽證 什麼事情都說不知道了 先串供串好 有些人對於做證這件事情 是會發抖的 當他去念那個 你如果偽證 怎麼樣接受制裁的時候 他沒有像我們 在美國的一些法律的電影 或是連續劇裡面所看到的 放在聖經上面 非常的正氣凜然的講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 對證人被約談這件事 本來就是被長期的污名化 長期的被扭曲化 結果當地檢署 要約談這些林選委員的時候 這件事情 就不是用證人這件事情來看 這上一次王秉中 他被證人的身份 被搜尋的時候 記不記得 他也用臉書來直播 以赴他的權力被侵犯的樣子 那個時候 我們的調查局 跟地檢署也受傷 這次事件就是這個手法 這個手法 我不是故意要標籤化他們 這個手法真的跟1949年以前的 北京那個地方 淪陷所謂赤色化 這個被解放 其實情景是非常像的 但是我要提醒民進黨的政府 你們現在所騙人的危機是 這件事情已經被轉移成白色恐怖 而台灣人對接收簡單的訊息 是比較有情緒性的回應的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中午跟一些朋友 在聚餐吃飯 其中有一個是金融界的人士 而且他還是金控界的 另外一位他還是政府的高層人士 他們還不算是藍營的人 然後問我說 台大的事情發展到今天 會不會是造成民進黨 今年年底選舉的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換句話講 這種白色恐怖的說法 對於知識分子是有利的 是有用的 對於穿透這件事是有用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政府不要以為 他只是一個程序問題 他應該有一個強烈的手段 而這個手段是對社會更清楚的說明 這件事明明就是管中民 他可能涉及背信 那你 我不是 我覺得地檢署很奇怪 所以要約林委來了解 你們在進行投票的時候 有沒有資訊揭露 你們在諮詢投票的時候 有沒有要求要利益迴避 那不是要查 這件事情當然是可以查 但是我是覺得地檢署 在查這個事情的時候 要有一些政治敏感度 那他們的敏感是迴避 因為他把那個約談管中民這件事情 一直把它當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很害怕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 由於他們的在報紙上面報導 或是媒體上報導 他們在處理約談管中民的時候 這件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們有點畏首畏尾 而這背後是一個大財團 我到現在為止還是認為 為什麼跟台灣大哥大 跟富邦財團有關的這個案子 會出手這麼沒有正氣 為什麼出手這麼沒有破例 這一點我認為法務部的相關的人士 恐怕也應該檢討一下吧 這個刑太昭跟他手下的這些檢察官們 在處理馬英九的案子的時候 其實也有法界的人士說 當馬英九第一時間說他行使揭默權 他兩次行使揭默權 那個賀教授應該知道 他兩次行使揭默權的時候 很多律師告訴我 特別邱顯治律師還寫過專欄說 當他行使揭默權的時候 我們的檢察官就應該停止偵查了 結果我們檢察官兩次 用兩個小時時間 對 詢問 把每一個問題都提供給他 每一個問題都提供給他 洩漏了偵查的方向 讓這個 對 讓這個正在進行揭默權的馬英九 可以背誦下來 可以了解我們地檢署的 偵查的內容是什麼 光是這一點疏失 是真的 是專業上的不足 還是他面對一個前朝的總統上的 某些在手段上面的 某些自我線索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懷疑的 換句話說 我們的法務部的地檢署 如果他是背信罪 你就趕快的把他約談來 當時的陳水扁前總統 特徵組在偵查他的時候的案子 跟所謂的管宗敏的背信案的 只是刑期的差別而已 是不是一樣的 為什麼他們就不能雷厉風行呢 這一點我要請教 職政的民進黨了 法務部地檢署 是你們法務部管的吧 所以法務部有問題嗎 教育部也有問題嗎 我覺得這個社會氛圍 給他們壓力 讓他們不敢有魄力 很奇怪 教育部為什麼會拖這麼幾個月 其實就是在這個 學術自由這個大帽子底下 投鼠即棄 我其實覺得他們在政治上 是非常恐懼的 尤其在大選要來的時候 這一定會作為對手 一個炒作的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題目 就果然搞成了這樣的對立 所以他越害怕 越不敢動 到現在連管宗敏 他都還不敢去傳訊 然後就說別人也可以這樣 那這麼多人 那正是好趁這個機會一次清理 可是就是不敢 你就一次清理 別人也是這樣子 不代表管宗敏是合法的嘛 對 核心的問題是要知道 是否違法 我也提醒一次 這個約 約談這些 林選委員做證人 這有什麼不對 上一次 記不記得林錫山案子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 立法院秘書長 正在選總統 是 那個時候 地檢署的檢察官是怎麼做的 大家還記得吧 也是 把他這個隔離偵訊 記不記得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隔離偵訊的 是 結果那個時候 蔡英文有沒有被白色恐怖呢 所以 我是認為 民進黨的這個 相關的政府人士 在面對這個 有一個傳統文化 像司法單位 有一個非常 黨國體制文化的壓制的時候 他就 他在手法上 在應對上面 很奇怪 就讓大家覺得 你好像有難言之隱 那你有難言之隱 這樣的一個海浪的這個 衝擊之下 那反對的力量 就會越形成越大 他如果變成了 如影隨形的話 然後你又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是是 那這不像教育部 所以為的說 郭大維代理校長 繼續代理兩年 接下來再選總統 再選校長 不是 他可能就會 如影隨形到 你每一個知識分子 都會認為 你是不是真的侵犯到了 學術自由 校園自主 事實上不是 所以這個案子 應該用特殊的手段 來處理 那報紙用這樣的標題 我覺得真的會造成很大的恐慌 我覺得像法國大革命 那個時代一樣 所有的那個什麼 基本的原則 都不必遵守 媒體愛怎麼寫就是怎麼寫 別人要怎麼懷疑就怎麼懷疑 所以這個時候 執政者反而畏首畏尾 然後人家更質疑他 你一定有鬼 你一定有陰謀 所以你才這麼害怕 那就越滾越大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可怕 就是扣扣講的 知識分子界 他就認為這個學術自由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然後就覺得 絕對是執政黨不對 所以問題是這個案子 現在已經不是 學術自由的問題 是他內部自己不守法 自己內部專制獨裁 一直搞著整個台大 現在二十年來的地位 一直下降 學術品質越來越糟糕 可是這個都不敢檢討 他們也不敢檢討 比如說那些都有違規的 違法的事情 他不敢動 因為那些都是在領導高層 都是有辦法 有勢力的大咖 所以這個就是 最根本的問題 教育部底下一個下屬單位 當我發現 你台大的行政單位 從校務會議 到臨選委員會有問題時 我要求你 應該要提出說明 已經很客氣了 為什麼呢 我想請教是這個 林大一老師 你應該很了解 他這次要傳訊 你覺得關鍵性會問題嗎 為什麼這一次 以證人來傳訊 不過也很有趣 證人傳訊 叫做比白色恐怖更恐怖 要不然要怎麼傳 來 林大一老師怎麼看 我想說 先說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第一次跟人家 不小心車子插轉 馬上旁邊有兩個 我不認識的人過來 給我名片 他說如果我需要的話 我願意當出庭作證 證明不是你的錯 所以當證人 這件事情是公民的義務 在美國的民主教育 是非常普遍的 可是台灣居然還沒有脫離 白色恐怖 這樣的一個 過去獨裁政權的影響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每年的7月2號 我們在台大都有一個活動 就是要來紀念我的學長 台大數學系的陳文辰學長 我們在那邊現在 也有一個紀念的園區 我覺得在台大裡面 在7月2號應該來辦一個 所謂的校園轉型 這樣一個新的活動 因為畢竟白色恐怖 在1991年就終結 可是大部分年輕人 我問我的學生 他們不太清楚 什麼叫白色恐怖 所以這樣有可能 被媒體誤跑說 這樣叫白色恐怖 不對了 當證人是公民義務 可是它跟白色恐怖 是無關的 包含剛才賀教授所提到的 張哲舟教授 我跟他有特別的緣分 他的兩個小孩都是我的學生 所以當年1992之後 他們也不願意提起這段往事 因為他的爸爸 張哲舟教授 是在學生宿舍 被教官把他騙下來 就被載走 一去十年 十年 他最後一年 說這個人怎麼都 脾氣這麼好 也沒有發瘋 也沒死掉 一定有問題 說再去管訓四個月 類似國民黨 他直接被載到景美前去關 就關了十年 所以我要講是說 我們看到整個大學 把現在授予台大來支持 他根本都是在違法 也就是自治是在學術自己方面 我看到檢調約談這五位 其實是有跡可循的 我們看到這個姚立德 或者是鄭瑞成 或鄭蘇貞 這三個是教育部代表 所以他本來就有那個義務 要對教育部 跟其他相關部會來說明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最底線的 那整個領選委員會 你看那個領導 召集的是誰 是陳偉召 所以問他怎麼主持會議 你有沒有在每次會議 開始之前先請台大的行政委員 來宣讀說 請問各位領選委員 對於這些候選 有沒有需要回避的事項 有沒有講這個程序 這是很關鍵的 行政委員必須要講這個事情 你是說在開會 每一次領選委會的開會 秘書當然都必須告訴我 說今天的議程是什麼 要討論哪些對象 我要討論 我要領選台大的校長 請問一下在座的領選委員 有沒有人要回避 他說秘書一定要做這個宣誓 基本的SOP嘛 所以找召集人去 一定會問這個 有沒有做這件事 如果沒有的話 那事情就大了 因為就是 它是完全違反規定 而且我覺得 這個事情還產生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你看到政大今天才公佈 對 它不只要求參選人 要公佈所有的兼職 跟所有的讀懂的經歷 要求所有領選委員 全部要公佈 因為我才能交叉比對 你們到底有沒有關係 你們是不是在同一個董事會 是是是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證明的想法 那是該做的基本 這本來就應該做 本來是應該做的 是 可是本來全世界都沒有做 台大在這裡都沒有做 是 那沈冠偉林委員 我覺得會挑他 是因為他是第一個 他辭掉領選人 所以說他比較容易 把他為什麼辭的原因 他看到很多現象 來跟這個 以正的角度 來跟這個檢調來談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正面的一個事情 看到 他說檢察官認為有訓問 台大領選委員等相關證人的必要 顧及上開證人隱私 也有證人主動要求 希望不要曝光 故有檢察官親自以電話 與證人聯繫時間地點 均征得證人之同意 到台北市信義路一段 3號4樓本署第五辦公室 進行偵訊 待證人衣食到庭時 檢察官均會依法辦理相關程序 也會為本署偵辦呢 案件持什麼 偵查不公開的例行方式 本案承辦的檢察官 以上開方式傳喚證人 大多數證人對檢察官的這種方式 保護證人隱私 都表示感謝跟支持 為文友對檢察官這種方式 持有意義者 你說電話卡來 完全沒有傳票 為了顧及他們的隱私 特別找了一個比較隱秘的地方 第五辦公室來偵訊 居然會被說成 說是洗錢中心蔡壁仲 因為卡管的關係 特別來約詢他們 這就是不當的連結 故意把在教育部內部 開有關管中民事件的 表達法務意見的蔡壁仲 當作這次徵詢的主體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謊言 本來約詢你要想 如果說是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怎麼會約詢政府官員呢 姚立德是現在的 現任的政府官員呢 我如果是白色恐怖 如果是政府實施白色恐怖 那它是對人民 它怎麼會對自己官員實施白色恐怖 它就不要約政府官員了嘛 它還約詢教育部次長 那就表示它是一視同仁呢 所以這個根本完全沒有白色恐怖的問題嘛 所以用虛無的政治迫害 事實上它是一個很單純的法律問題 這個法律問題 北簡講得很清楚 其中它有背信有偽造文書 其實偽造文書最重要 最可能的就使工人登載不實 就是當時管宗敏 可能在資料提供上有錯誤 而且他是明知故意有錯誤到 這當然是偽造文書的罪嘛 三年以下有其途徑的罪 他當然可以傳訊證人 來證實當時管宗敏 是不是確實如何如何的來申報 填寫這些資料 這是非常非常具體的問題啊 怎麼會去故意扭轉呢 所以現在他們現在是 因為管宗敏案是違法 他們要用政治迫害來掩飾違法 認為說所有不讓管宗敏做教掌的 都是政治迫害 所以因為沒有讓管宗敏做 所以當時沒有讓管宗敏做的法務部次長 這個蔡壁仲 他現在就透過司法來壓迫 這個管案的當事人 這就是他們整個的連結的這個訴求 我覺得這一點實在 如果媒體再去擴大報導這種虛晃的言論 我覺得是很可恥的 你在畫面當中所看到的 這是國民黨立法院曾明宗 你講到蔡壁仲 法務部的次長 這是昨天曾明宗在立法院司法法治委會當中 詢問法務部正次蔡壁仲的一個場面 那為什麼 因為蔡就是被指控說主導把管的三大將之一 那曾明宗詢問他為什麼 這位部長吳茂坤兼任基金會 也在學校同意之前 難道這不違法嗎 那蔡壁仲就說吳茂坤違法不代表 管宗敏同樣可以違法 那就指很多人玩六合彩 但是沒抓到不代表沒有違法 這是在昨天現場的畫面 在這個關鍵性時刻 姚老師 其實姚文智的一個總幹事的職位 你說你擔心師弟有未代 不過全力去輔佐他 給他建議是沒有問題 這中間的落差是在哪裡 不是 你也聽到我講好幾次 我要請假好一段時間來上節目 是 是 所以我想跟這件事情 是 姚老師真的很辛苦 因為這個你常常聽到 因為我不願意忽然跟大家講 我就休息一段時間 因為的確身體上 其實我好早就跟姚文智說了 我好早在422遊行之前 我就跟他說我的身體有點狀況 擔任總幹事是一個非常繁重的工作 你要認真的去做 否則你就會耽誤選舉 這是我自己心裡有數的 我現在的身體可以幫他一些忙 可是我擔任不了那個總幹事的工作 太重了 是 這個我自己 你看我上節目常常咳嗽 一直咳嗽 那個收音都沒有辦法地演掉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實在不願意把我私事來跟大家說 今天只是因為 所以周一口為了別的事情來找我 我就跟他說了 私下說了 就沒想到他當作獨家播導出來 所以我身體狀況實在 我還在撐著上節目 所以這點實在 因為我不願意去耽誤別人選舉 這個絕對不是真跟抽不抽手 沒有關聯的 我不會因為那個選舉輸贏 這不是一個重點 當時我在要幫柯文哲說 柯文哲也沒有要贏 他跟那個結果並不是有關的 只是因為你 只是你看到 你所極力輔佐的這個柯文哲 現在很多人說真的 歡景變了 進步啊才歸 包括這麼多的案例必須要去檢驗 藥老師你的感受是怎麼樣 認識一個人剛開始 他就像他自己演出的一樣 就像在舞台上演出一項 就像他剛才我們講的 他演出他跟他太太要借款兩千萬 貸款兩千萬的一樣 可是你等你認識到他真正的人 你就會覺醒 那你就會可能有另外一個觀感 這點柯P 是 所以劉力兒為什麼說小池 二日小池他演戲演了很長 後來被選民看穿了 他就垮了 這點柯P心裡有數 他不能一直用表演的方式來做政治 這是很危險的 非常謝謝各位要持續鎖定是台灣家裡 我們再會